明天,一天吧? 仍然有两个晚上 明天我会移到这里 说他有一些斯诺的东西要交付给我 我没钱,就没去 北大物理系有一个同学,我也没见过 叫DW网名 他跟我说他在瑞士 后来我说你帮我去看看斯诺夫人 那地儿还在吗? 他说斯诺夫人死了之后,那地儿就没了 我也不知道斯诺要给我留些什么东西 可是今天,2024年6月 6月,今天是13 今天是13 昨天晚上开车从日内马来的 他跟我说 星期天回日内马还车去 这车是他儿子的 还他儿子的车去 你看当年如果去日内马的机会 如果要当年给我 我当年要有买机票来日内马的钱 我就 我就,斯诺留给我那些东西 我就能得到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肯定是一本好书的素材 嗯,现在斯诺夫人都死了 那些事就没有人知道了 好多事都是时空到错 嗯,斯诺是卫明湖燕京新闻系的 我师父肯定是卫明湖燕京新闻系的 我没上过燕京 我上的是,嘿 但是用的人燕京的那一校园 嗯,在北大卫明湖的南岸有个斯诺木 伟大领袖 那有叶剑英的提词 提词是几句话 第一句话是 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埃德加斯多之母 我就老说,埃德加斯多是 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是伟大领袖的朋友 嗯,是我师父的师父 现在离不开手机 20年前还不是这样 那时候还用GPS 1995年开始有GPS 台湾处的嘎咪 嗯,我开车走全档路的时候 还没有GPS 有,但没有车载的 只有那个打点定位的 现在离不开手机 而且越来越成了 中国的手机 和那个北约的手机 两种 之间隔着枪 嗯,我们车呢都是电子屏幕 什么电子自动的 提起开的车是那个 雷诺拉姑纳 还是手动的呢 跟我那个Nissan似的 纯手动 五个前进党 一个倒退党 前面一个抛 抛力赛 那抛力赛 现在德国的警察的颜色 跟乌克兰国旗一模一样 嗯 蓝黄两个颜色 你看前面那个警车 正前方那个警车 蓝黄跟乌克兰国旗 是吧 第一个说话呢 就特斩钉截铁 只要达到目的一个眼神 俩人就不再多说了 可是我跟小绵羊就是 就是 就没办法 立竿见影 比如我说到这儿 他马上就顺着 要么就是他理解不了我的话 要么理解我的话 顺着我这个话 又节外生枝 就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变了一棵茂密的树 而平常我跟Kiki 我们俩说话 就是简单的一个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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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省事 我上次在巴黎 就是走着走着路 突然斜次里 右前方出现一个车 我跟小绵羊说 我说 永远会Kiki 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他不信 突然斜次里出现一个车 Kiki 穿着脏兮兮的衣服 正好我那和平亚衣服 我就说Kiki换个衣服吧 昨天晚上的又是 被他被他女朋友给赶出来了 车都没有 从巴黎肯定坐火车 坐到了日内瓦 日内瓦把他儿子的这辆车 这辆车给开出来了 开出了周末 跑这来看我一眼 星期天再把这车给开回日内瓦 路上又开两天 多不容易啊 是吧 我都64了 他70岁老头子了 散病 你看多瘦 形体表现的多好 这些人都乱听 只是阵长 或者是阵长 都没有人 转换 是阵长 对 人都乱听 好 上 走到窗户 我 我叫Franc Beckenbauer 外的公 外的公 購物 是的 因为这地方是苏教的地方 我叫它苏教的地方 没有 苏教的地方 我都不知道去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们问问就不知道 对 这个是东西的东西 这是目的 你看人家的目的之间的间隔多大 是吧 这也叫目的 一个落着一个骨灰 埋在一起 二十年使用权 我当宁肯 那个我就跟老孙哥说 我把你装裤子兜里边 裤子兜我弄一窟窿 你想让我给你撒哪儿 我就给你撒哪儿了 老孙哥说我想给撒 北海公园里 我说行 我那老天卡门票都不用买 我顺着裤子上把你撒 我要买一个房子这里 我要买一个房子这里 对对对 是 是 是 就是 我们就找到中文字一个是一天的刹练 那边说好 这是一个光线的刹а 是不是 那边问你啊 对,你找到哪里的刹车 我们可以说你一些刹车的刹车 这参与刹车 那边哪个刹车 好,一天 你吴中文字 我们会马上摹车 真有线花哈 这还有个水池可以洗手 这都是我喜欢的 哦,这是叫花的 哦 大概是一个什么人的目的 我这,他们又说英文又说法文又说德文我也听不大懂 呼 等会,哦,踢足球的贝肯保尔罗坟 嗨,我以为是二十三战打死的谁呢 贝肯保尔罗坟 先看他 哦,这是贝肯保尔罗坟 骚浩坟 哦,贝肯保尔罗坟 哦,贝肯保尔罗死了 哎呀呀 哎呦,贝肯包尔都死了 哎呦,没想到 1914年至2006年 贝肯包尔 我还说奇怪呢 1905年贝肯包尔到1977年 1913年在这里 是一个他父亲,一个他母亲 他死之后就也把他和他父亲母亲一起葬在这儿了 开始我还说奇怪呢 很多花圈 然后那个 他就是慕尼黑人 主要在这边发展 然后那个 这是他父母的坟嘛 然后那个还有从 那个叫曼彻斯特专门过来看他的还有很多人 那边 都是各地的球迷 哦 我不看足球 这个棋就是拜仁慕尼黑 它应该是拜仁慕尼黑这个球队的 拜仁慕尼黑 这个是 今年1月在这个位置 今年1月在这个位置有一小牌已经被摘掉了 是当时 2010年2月份 北肯巴尔坐飞机 从萨尔兹堡飞米兰 然后他给了机组人很多小费 然后这个小伙子就是拿小费的人 过了14年 就为了感谢他 又回到这个位置来看他 嗯 但是那会儿这个树 那会儿树是这样的 现在已经长出这个来了 嗯 当时是这个状态 嗯 嗯 现在都被 对 生命之树长绿 嗯 隔壁的这又是那个 我说的那战争的小花 看过一个电影不记得名儿